电竞发展需要建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除了职业市场之外 培育新选和摇来 学校教育也很重要 电竞在2017年 立院三读通过正式纳入运动项目之后 不少学校抢大热潮 从高中局到大学 纷纷成立电竞专班或开设相关的课程 有的学校强调他们需要训练选手 有的则是专门培育幕后人才 只是短短发展几年之后 一窝蜂的弹塔哨艺也出现了 电竞班不再是招生的万灵丹 不少高中职黯然退场不完 至于大学端 更是两年之内 已经有四间学校停招电竞科学 或是学分学程 专家就分析 从校方到学生都必须得认清 未来在市场当中的定位是什么 因为非常现实是 并非每一个人都适合当那 及光环余生的选手 想在电竞产业链当中生存 你必须要属于自己的专长 才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同学们在教室排排坐 一起连线打游戏 这可不是电脑课 也并非下课休息时间 而是在上电竞课程 应该想来读电竞班就是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 父母的话就是我跟他们稍微讲过这部分 然后可能就是偏还好 就是看我发展怎么样 要我自己去那个 打游戏只是认识电竞的其中一个项目 跟而已 对那你不会说今天是游泳啊 游泳校队啊 或是篮球校队啊 你不会说他们在玩水啊 玩球这一类的方面 打破玩电脑游戏 只能是休闲娱乐的观念 电竞在2017年 立院三读通过 正式纳入运动项目后 教育部也核准设立相关科系 不少高职就锁定了 有电竞梦想的青少年 多媒体设计科 资料处理科跟资讯科 三个科系之后 你再去选择你要不要成为电竞专班的学生 那假设你要成为电竞专班的学生的话 下午的课程就会变成是 礼拜的一二四 要去电竞教室上一些夜市的课程 包含主播赛评 欧比导播 实况主的一些教学 这些都是我们有聘请一些 专业的外师来帮忙上课 一年级吧 比如说新进来的 你可能什么东西都不懂 对那我今天是走着电竞生物的话 那我就是可能一年级就是介绍电竞概论 然后就是这个 可能这个游戏的运作模式是怎样 然后你今天在选手的生涯模式是怎么样 然后跟背后一整个体系又是怎么样 庄进高职是全台第一批成立电竞班的学校 老师们过去都带过职业战队 除了电竞班外 还会依照不同游戏挑选校队选手 正选只有九名每年重新洗牌 周一到周五白天 一样会到自己科系上普通课程 但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 会集合在电竞教室训练 中间只有短暂的吃饭休息时间 会有点腻会腻对 只是会会玩一些别的游戏这样 那怎么坚持下去 是有个梦想电竞梦想 有点吧 如果今天你要以选手的方向的话 选手就一定要先认知到 今天假设这是一份你想要的工作 那他的训练时间就是会这么长 甚至职业战队更长 那这时间你能不能够负荷 当然如果你待了一学期之后 你不能负荷赶快离开 其实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就是你可以赶快去寻找 你其他的志向 因为他终究在对线上面的风险性比较高 他要推线 他要击杀 他要换血 你的上路如果只是纯扛的 你的下路 是中期团战的叉牙跟凯莎 你前面的团战张力是会很低 阵容强度曲线会拉得很低 懂吗 不只要练习技术还要讲解战局 对游戏得有全方面了解 庄进采用严格军事化训练 成为北部职业选手出产名校 而中部第一间有电竞班的学校 青年高中 则是开设在多媒体动画科旗下 那我想要跟他整个设计跟我们的logo设计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滴管工具 然后滴到我的黄色 可以吧 有点不一样 我也以为他在打游戏 但其实有在教别的多媒体的东西 像是一些Adobe的程式 Illustralia Photoshop之类的 都会有 多媒体方面都会学习 可能一些转播啊 或是绘图那些都会学习到 这就没有转入我都没有 大家对电竞的理解就是比赛 校方坦言当初要开设电竞班 其实也很担心被社会批评 被家长曲解 但仔细剖析电竞产业后 认为游戏的本质还是设计 在纯电竞课程方面 原本规划每周九节 反而被学生嫌多 现在调降为三节 来 换你们先试看看 我们学着写游戏故事 学着做游戏的企划 然后我们做角色设计 做场景设计 做物件设计 最终 如果你找到城市设计师的配合 你可以把它变成电竞 现在很多独立工作是这样做 那如果不行 它是不是也是可以转向 我们所熟悉的产品设计 做成桌游卡牌 做文创商品 所以挂在设计上完全都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学校当初找到的路 也就是说专班拿掉电竞两个字 还是可以往设计领域深学 甚至商业行销方面都可以 这是学校找到的发展蓝图 但电竞班也并非招生万灵单 因为其实才短短几年时间 已经传出有不少学校 打算退场收掉专班 他们认清现实是 第一个 如果打不出成绩 学生就不会想来 第二个 我来了进不了校队 我又打不出成绩 那我还能学什么 我讲难听一点就是说 因为烧子化 那烧子化大家招生不好 那开始去思考 那一看到人家设设了这个 这个电竞班电竞项目 他觉得说招生比较好招 那大家都完全不懂的人 你去设了电竞 没有研究 没有去做功课的 那你产生出来的就是 那个不上不下 实际询问教育部得到回复 以高中职来说 电竞专班各校归类在不同群科 没有单独统计数据 无法得知是否产生蛋挞效应 但从大学端 其实能看出端倪 一百一十二学年正修科大 电竞管理科停招 一百一十一学年 更有树德科大 高院科大 景文科大 共三校电竞相关科系 或学分学程停招 真正喜欢电竞的同学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然后同学如果来竞修部选了以后 他发现跟他未来的职业 是不太符合的话 他们觉得说 他没有必要修这个课 这是主要我们发现 修电竞的课程 竟然也会导课 大学端发现 以学分学程来说 原先的设想是要开给职业选手来上 但发现他们出席率不稳定 而其他科系有兴趣选修的人 也并不多 以中国科大来说 原先的虚拟主播 既电竞产业实验场域 也得做出相应的调整课程 好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你会喜欢打电竞游戏 但是如果要你设计呢 设计电竞游戏的话 你觉得怎么样做才有机会 让人家觉得你的游戏 愿意去玩它 电竞的相关课程呢 我们就转到比较属于新媒体传播 跟游戏相关的产业 所以事实上对我们的转型来讲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大学端持续找出自己的特色与定位 像城市科大电通系 就开放电竞模组课程 招生状况反倒比无线通讯课程的班级 来得还要好 彩排大型电竞赛事的现场转播 从主持人到摄影导播场控 全部都是电通系学生 你们有自己安排位置吗还是没有 当然不可能完全符合自己的期待 但是我只能说就是 我学到的东西事实上是比 原本预想的还要再多的 因为我原本以为只会有 主播赛屏的可能是 只针对这方面去做学习 但是他是多方面去做开导 我们也发现说学生的潮流 你挡不住 那与其让他们随便乱玩 我们不如把整个专业拉进来 詹勋宏观察过去上电脑课 他讲他的学生打自己的游戏 根本没有在管课堂内容 他专念一想开始研究电竞产业 和站队请教也拜访协会 规划出一系列课程 当然他也不轻易抹面 同学对职业选手的梦想 基本上就是上课 正常上课 白天上完课 那下课之后就是 过来这边 那就是团练 各自就是团练 然后之后 大家一起 然后练完之后 我们就是直接 可能就检讨一下 今天打的结果这样子 在校的话 会练大概两三个小时 那在家里也是会偶然练的 选手大概十五十七 十五十七十八 就会被发觉出来了 那如果你 你一直在大学还一直一直在 focus在四年 全部都在当选手的话 那这个小朋友 出社会 他将会毁掉 他没有任何的专业 詹迅宏认为大学得负责 更多的教学责任 虽然大一课程 还是会让同学尽量去打游戏 但其实如果有天赋 在高中阶段早就都被发掘了 大学打了一年后 慢慢发现很难打出实质成绩 就开始导向其他专业技能 后台两位同学在练习的是赛品和主播 这也是因应电竞产业发展 而衍生出来的新型职业 电竞它所拒 你所需要具备的能力 就是所谓的逻辑 你其实你只要有很好的逻辑 很好的口条 很好的架构感 那你其实就是可以把你这份能力 应用在很多的游戏项目上 去播射击类的 或者是播其他的MOBA 其实都是可以 但是通常我们因为有 有点竞品的那个意思 所以就是比较难说 你再去播其他的MOBA类游戏 烂调是传说对决的官方赛品 他本来辞职也并非游戏中的顶尖玩家 本知是吉他老师 三年前参加征选获得青睐 蓝调透露面试项目 比试部分考的是经典赛事或世界赛的内容 再来会测试你对游戏的理解 还会试播 共有三道关卡 蜜蜜妈妈的笔记都是对战的数据 主播赛品的工作其实也跟酬评类似 虽然能成为官方认证的只有十出头人而已 但经营自媒体赛品也可能有额外的收入来源 能被更多人看到都是未来的无限商机 不过回到教育端 面对这样来得快 退得也快得风潮 该怎样才能建立良好体系走得长久 我们是比较倾向它是一个产业 也就是我们培养的人 事实上 事实上他就是一个资电的人才 那他主要作为不是说做电竞群 就像我们那个歌唱 我们有流行电系 他们培养人绝对不是说 我要培养成为周杰伦 而是他是幕后的 我们其实就是适合做电竞的教育的学校 他们就是继续把它们做好 那不适合做的学校 他们会有自己的专长 专家认为去无存经可能也并非坏事 加上得认清定位 不论是想走职业选手段或是产业结合 甚至走为传统设计或媒体相关训练 都得有详细的事先规划 让同学学有所用 也才能真正除去电竞就等于打电动的标签 给大家看